- 那麼,請把真實情況告訴我們吧。 - 那個,我會被定罪嗎? - 這個嘛,還是得等你交代完,我才能給個評估。 - 我只是不希望小時候他過著與我一樣的童年,所以才主動去接近和認識他。 - 起初我也單純想陪伴他一下,因為我完全明白他最需要的是什麼。 - 因為小時候他對火車也很有興趣,很快我們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我對能為他的快樂付出點幫助感到很開心。 - 可是對於這小朋友,他最渴望的東西始終不是這些。 - 是的,他最希望的只是父母能回到自己的身邊,陪伴著他成長。 - 所以你就心生一計,打算策劃這種綁架事件,希望把男孩的父母嚇回來嗎? - 嗯,聽你說男孩父母正在趕回來。 我知道無論事情發展成怎樣,我已經完成我的任務了。 - 你的這個行為和小時候溝通過嗎? - 沒有,我只是問他要不要去我那邊玩。 - 不論他父母最終有沒有趕回來,我都會送他回去。 - 別這麼沒人親味了,大叔。 - 哈哈,你現在改名叫做大叔? - 對呀,因為十二點過了。 - 李神,既然已經識穿了你的把戲,這場戲你不用再做了。 - 告訴我,小石究竟在哪裡? - 我……我不知道。 - 什麼? - 我明明盯住他,不要亂跑,就待在這裡做功課和休息。 - 我晚一點會回來接他。 - 但我剛才回來的時候,他卻不見了。 - 你這個小子,你到底在玩什麼? - 慢著大叔,別這樣。 - 李淳,我見過桌上有小石的筆記本,這很奇怪。 - 為什麼奇怪? - 去公園玩的小朋友,為什麼會帶筆記本? - 蛤? - 你帶他走的時候,他有背包嗎? - 有……有啊! - 你這樣問得多餘了吧? -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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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啊! - 我剛才發現他沒在休息室時,就已經到處在找他。 - 甚至問我認識的一些洞車的同事,都沒發現他的蹤影。 - 李淳,你有告訴過小石他,你是駕綠皮火車的嗎? - 有的,我曾經有跟他說過,希望他長大千萬別像我一樣沒出息,只能在這種老舊的火車上做工作。 - 那你跟他說今天想把他父母騙回來這事情嗎? - 當然沒有,我跟他說好晚一點就會回來接他的。 - 這是怎麼回事? - 啊! - 我懂了。 - 什麼? - 你想說什麼? - 啟動耐進行臍 threads - 要解決這件案子,先要把יקTV的所在地找出來。 - 這宗案件,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策劃人? - 士兵真正的失蹤原因究竟是什麼? - 是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是绿皮火车行驶时候特有的声音 对吗 小石他 他怎么会在绿皮火车上 我们一直都误会了 包括你 李纯 打从一开始 我们都以为是你的关系 把小石带走 好让他的父母能知道并赶回来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小石对你的计划一无所知 但是他 他自己就有自己的计划 他有计划 这么说可能会让你有点不是滋味 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小石他其实就是在利用你 利用我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是驾火车的 而且他也知道 只要登上你的火车 也许他就可以去见他的父母 实际上 到达你的休息室后 小石他真的找到了机会 因为你休息室的侧门可以直通月台 直接登车 那为什么是绿皮火车 为什么不适选更快更好的动车 很简单呀 因为在他的眼里 你所在的火车才是真正能远行的火车呀 在你的角度 可能认为绿皮火车已经渐渐被淘汰 在这上面工作也得不到重视 但在小石的角度 他一点也没有这么想 他喜欢的就是这种车 并且也因为你的关系 更喜欢这样的火车 一辆能带他寻找梦想 寻找他父母的火车 队长 我联络上了 在21行列车上 果真找到一个穿着一只鞋子的小朋友 真的吗 太好了 小石 他居然 虽然只有十岁 但敢利用他的好朋友 还只穿一只鞋子穿舟过程 某种程度上说 也是爆发力惊人不是吗 曾官 对不起 那时候这么大的事情 是我的错 别急着认错 先解决问题 什么错 如果不是你这个年轻多管闲事 那个小孩又怎么会 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呢 小石他自己才是绑架自己的人 这案子中 李纯只是被他利用的工具 那他又有什么罪呢 喂 你现在不是想包庇他先 哈哈 我也有能照人的一天呢 可以吗 大叔 我懒得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都不会交我工具 这是 交给你个任务 请你带着鞋子 把小石他接回来吧 告诉他 他并不孤单 他要找的理想不在别处 就在这里 这 然后我想告诉你 你的职业很了不起 你看 不是有人坐你的车去寻找梦想了吗 真的 是这样吗 我是打心底里尊敬你 李纯先生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怎么会这么清楚我的想法 因为 就如同你看到小石 想到了过去的自己 我看到你的日记 也想到了一些事情 莫非你也 不管是什么身份背景 人总该有自己的梦想和该做的事情 不是吗 人都不是圣人 难免顾此失敌 你看 我想通后就是现在这样的乐天派 谢谢 谢谢你 好了 事情完结了吧 我可以走了吧 小林队长 怎么了 叫得这么好听 才没有了 小林队长 小林队长 啊 松田 你怎么跟来了 我觉得 我还是得向你好好答谢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 可能我们还不知道 小石他到底去了哪里 傻孩子 最重要的是小石他没事 不是吗 我很好奇 到底是哪个线索让你怀疑起男孩是自己出走 就是因为他带了书包吗 那只右脚的鞋子啊 鞋子怎么了 我之前以为鞋子是李纯留下的 但后来细想 觉得他没有必要这么做 他应该不想在小石父母赶回来之前被人得知太多小石的线索 而这鞋子的结构 怎么看也不是一不小心就掉下来的 更何况 之后小石是要自愿地跟着李纯走 才能突破保安的关口 但小石他也没有跟李纯抱怨过没鞋子的事情啊 啊 这是 除非是他本人要脱下来的 你的意思是 小石他是刻意的 他要把一只脚留在故乡 另一只脚踏向实现梦想的地方 这是他父母迷信片上的一句话 而男孩 他记住了这句话 并确实把爸爸的话实现了 五父无犬子 你懂这意思吗 真我不是 嘿嘿 没什么 这么晚了 你今天打算住哪里呢 啊 随便哪里都能住啊 不用为我操心了 我也知道 不过说到底 于是我请你帮忙 还让你这个时间还没找到地方落脚 想不到你是这种类型吗 我 是什么类型 就是很为别人着想啊 真让我感动 还不是因为你是我们队长 我好好对你 怕以后日子不好受了 是这样吗 不用担心我了 我其实有个朋友住在附近 我就去他那边打个地铺 我就去他那边打个地铺 不过 小林 啊 阿树啊 你来接我 刚从电话里听说你才办完案 怕你找不到地址所以打算出来接你 没想到 你居然在和女孩搭讪啊 没有了 没有了 但话说回来 这么久不见了 你还是戴着这个眼镜啊 我近视很深 想戴隐形眼镜也不容易 哟 总编辑果然还是那么用功啊 说什么啊 就一个小编辑而已 难得重聚了 先去喝一杯吧 不用这么麻烦 先回家吧 我家有大量的啤酒免费供应 好啊 我好怀念以前我俩一起那个的日子 我好意思打断 不过你们俩这么恶心的对话 我还没有认识 这位是你的女朋友吗 你小心啊 他很凶的 现在流行当面说坏话吗 不要在意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松田小姐 我的同事 我是松田地 多做指教 叫我阿树就可以了 不过妈妈的问一下 可以替你拍张照吗 拍照 为什么 我喜欢拍照漂亮的东西 调林队长 你朋友比你礼貌的多了 是这样吗 不过还是谢谢你 不过还是谢谢你 今天要不是你在这里 恐怕 白是这么客套啊 正好你及时出现 以后请多多指教 对了 手机号码你有了 这里是我其他的联络方式 虽然每天上班也会见面 不过还是先给你一下 真谢谢你啊 我没你主动跟你要联络方式 来 要我告诉你 他三维吗 喂 你说什么 我没想到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